而人是不可能365天每一秒都在看事 或者有很多很多人也不可能做到好像電腦那樣準確的 其實減少了很多人的主觀的錯誤 歡迎大家收看《威言大日》 今集有一個新的嘉賓要介紹一下 他基本上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這個基金多厲害 你不如訪問一下他 我說為什麼厲害 他說過去百年沒輸過 有百年沒輸過 因為這麼大的波浪沒輸過 我說是不是賺很少 他說 平均有16-17%的網絡 純匯報 我就馬上把眼睛擦大了 接著我就通過朋友約了這個Mannuka基金 怎麼說呢 他是董事 可不可以叫他基金經理呢 又可以又不可以 一會兒我解釋為什麼 OK 今次歡迎Mannuka的董事 Ferr歡迎你 你好 你好 OK 為什麼我有點尷尬 真的有點尷尬 不知道叫你算不算是基金經理 因為你這個基金比較特別的 是一個Algo Trade的基金 基本上是一個電腦程式運作的基金 我不知道你算不算是基金經理 因為主要是電腦程式的基金經理 我這樣說是不對嗎 對的 我們基金經理的角色 其實我們會用非常多的時間去研究一些策略出來 我們這些策略我們會不斷地去訓練 和配合到我們的Algorithm裡面 所以其實每個Algorithm都是靠我們的策略去成長 當我們其實很長時間 我們基本上用了百年時間去訓練我們的Algo 所以現在我們Algorithm有非常多不同的策略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現在的成績 是我們日積業類的經驗和日積業類的努力出來的 少許科普給大家 通常我訪問的基金經理都是對沖基金的 什麼人可以買他們的對沖基金呢 你要有800萬港幣的流動資產 另外 入場費是每個基金是不一樣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詳情的話 可以WhatsApp我來查詢的 明白了 我聽了很多英文字了 一定要很老百姓的terms來解釋 你們介紹的時候 我們是quamfund來的 然後我有Algo 然後有AI 究竟這三個字對我來說都是兩個字 電腦的 究竟這三個有什麼分別 quamfund是什麼 algorithm是什麼 Algorithm是什麼 AI是什麼 其實當你說我們叫quamfund 或者quanditative fund 其實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會用非常多的數據 我們會分析很多很多的數據 而在這些數據裏面 找到我們在市場上的優勢 其實大部份 現在我們叫quam的這些 quamfund 已經是市場上的主流 當然quamfund有很多種 也有很多不同的制定策略方法 我們其中一種 我們叫做algo share 就是我們會用非常多的電腦程式 我們會用非常多的電腦的輔助 去實行我們這些策略 幫我們找到這些策略 而我們經常聽到 很多時候會有AI 有AI幫助的分析 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都會用很多 好像machine learning 很多AI的輔助 去幫我們找一些策略出來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分析裡面 我們既是一個quamfund 而我們用的方法 是一個algorithm的方法 也都用非常之多AI的幫助 就是要讓我們所以要找到一個在市場上的優勢 即quamfund有大的裙子 跟著裡面有不同的town strategy 大家可能用algo Algo有很多Union 不通用1900個程式來幫助 那AI還是另外一種方法 一個 molto大的方法 就主要是algo trader的型 就是方向這個基金 我想問一下,現在世界上好像越來越多的基金 例如最出名的,我記得是Jim Simon這個數學家 他自己後來做了一份,剛剛離開還沒多久 又很出名的,Renaissance 他們很多這種基金,究竟跟人比,優勝在哪裏 和缺點在哪裏呢? 其實我們這些寬分,因為我們用非常大量的數據 而當你用這麼多數據的時候 其實好像幾十年前內只是一些貸人 以個人的能力,你是不可能分析到這麼多數據的 而我們在分析數據的同時間 我們會不停地去產生一些策略 這些策略其實我們在說 我們同時間在看十幾個市場 甚至更多不同的市場 每個市場裏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產品 在一個人的正常狀態下 但是你不可能同時間去管理或者去處理 這些十幾個市場 每個有幾百個產品 而每個產品我們會 跟我們的策略有不同的處理 運作和交易的方式 而人是不可能 在365天每一秒都在看市場 而是同時間在看幾百種東西 而幾百種東西同時間 永遠我們有一個非常精準的角度 去在這個市場上出擊 這個是基本上人是做不到的 或者你有很多很多人 也不可能做到好像電腦那樣準確的 其實減少了很多人的主觀的錯誤 我們也會減少很多被情緒 或者被大使的情緒會影響到 另外另一件事我覺得很清楚的 就是你看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大學 最厲害的大學 就是耶魯哈佛 或者是港大出來的一些最厲害的學生 做精算的數學 出來的第一份工作他們想找 都是在關於關分裏做的 所以其實最厲害的人 最好的電腦設備 最好的投資 其實現在都進入關分了 是啊 比如我剛才提到 Renaissance Bridgewater 這些都是很大的分 都是用關分 而不是我們所說的 傳統的投行那些基金 但是基本上 你是有多少人幫你 就是因為你們要人手 來寫那些 formula出來 接著要機器運作的 那你們要有很多人手 來寫這些 formula 還有你們這些人 是甚麼 background 大概 其實我們這些團隊 其實真的不是需要很多的人手 去處理這個algorithm 去找一些策略的 素學家 統計學家 這些工程師 一個很精銳的小隊 去把這些策略找出來 我們其實長期都是在說 少於10個 10個工程師 這些數學家 而我們做的事情 是用很大量的數據 用程序 用AI 幫我們不斷地 去根據市場的狀態 找新策略 其實 在我們的角度來講 我們做很多的事情 其實都已經被 以前的trader做的事情 已經被電腦替代了 就好像我們平時決定買甚麼 平時決定在甚麼價位進入 這些其實已經有一個 整體的一個系統 接著幫我們做這些決定 有些quand fund 他們是賭方向的 就是有一個方向的 有些是純粹靠很多很多的trad 你要賺很少 一個trader可能是零點零幾秒 去賺很少 不過他做很多次 就是frequent 就是high frequent交易 你們究竟是賭方向 還是high frequent交易這樣賺錢的呢 所以我們其實 和你剛才講的這些方法 都很相似的 我們每天做的 都做非常多trader 我們其實不追求一個 我們股重某樣東西 接著很大的一個投資 接著希望股重 我們其實每天都做 可以數以百計的trader 每次其實可能賺到 一個很微量的一個回報 但是當我們不斷地做 做很多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有一個 相對上可管的回報 而為甚麼我們要做這麼多呢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 其實我們非常之專注 去分散我們的風險 當然你可以想到 如果你的投資 其實不會只是一個很大筆的 去估一件事 就是做一個投資 你估中了很好 但是你估錯了的時候 當然這個風險就會非常大 但是我們其實的做法 我們會在非常多的市場 在很多不同的市場上 可能是期貨 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指數上面 都有我們的部署 而我們每個這樣的市場裡面 都有非常多的產品 所以當你在做數以百計的 我們每年在做上萬計的這些交易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策略和我們的產品 都不是在同一件事上面的 當你股票升升跌跌 會有很多危險的時候 但是我們不只是做股票 你在黃金升升跌跌的時候 你也有去到風險的時候 我們同時在十幾個 二十個這些市場上面 同時跟進行交易 所以當你一個有很大的上落的時候 我們會有其他的產品去平衡 所以我們長久以來 這個方法都是令我們風險控制得很好 也是我們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來的 OK 我想問一下 比如我們所知的LTCM 很多年前 二、三十年前 有一個俄羅斯賭俄羅斯債的一個基金 都是框分來的 後來一件大事情 就整間的wipeout 倒閉了一件 影響很大 因為它的size很大 我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聽過有這種電腦程式的運作 他們順著的direction 可以站好很多次 沒有問題 突然間有一個transition 比如我不知道 比如這個債市的大跌 或者美股狂升 就是他們一向運作開 突然間有一個轉角位 它的程式不對 整個就會倒閉了 會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照你所知 不只是你的分 就是通常這些分 是怎樣來避免 好像LTCM再發生的呢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來的 就是當時LTCM 它這個情況 真的是 它找到一個策略 這個策略非常賺錢 但是它就相信 這個這麼大的國家的債券 不會default的 所以就全部投資下去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結果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當然不同的基金 它們有不同的策略 但是好像以我們的 這個基金為例子 我們是用非常多的不同的方法 而每個這些策略 我們參與的市場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能有石油 有黃金 有不同的指數 而我們在不同的市場上 不同的產品 用的方法 用的策略都不一樣 而每個策略 都不會很長期 或者將全部的資金 扔進去 或者每個策略 都用非常短的時間 接著去分散我們的風險 所以我相信 我們在控制風險 這件事上面 是做得好很多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框分裏面 究竟人更重要 還是電腦更重要 因為你說 我對到幾千個方法 一個人沒有可能 有24小時運作 但你又同時間 需要一個很厲害的工程師 來做一些程式 究竟這些程式 怎樣影響到你們的運作 是更重要的 還是那個程式寫得正不正 哪樣東西影響大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用AI 來輔助我們的交情和策略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相負相成的一個關係 現在AI的角色 它不是一個替代人的角色 它是一個輔助人類的角色 我相信其實在市場上 很多其他AI的範疇 都會是一個很類似的狀況 即將來不會有一個AI 基本上都不用人 它自己可以做 是你的意思 一定是有一個人在 是吧 首先我覺得 在我們做交易上 我們永遠都需要有人去控制風險 我們做策略做交易 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交給機器 不要說我們的客戶 不一定會安心 其實我們自己都覺得 人控制風險的作為一關 永遠都一定要有人打一關 而機器是一個非常好 你當作一個小孩 他是一個非常好學習的一個個體 當你給他很多優質的資訊 你給他很多優質的資料 你就可以把這個AI 訓練到 變成一個非常聰明的 一個輔助工具 但是其實要選擇什麼東西 去教給這個小孩 要選擇什麼資訊 給這個AI 這個永遠都是一個人的選擇 所以我相信這個人類的抉擇 在裏面其實是不好滑決的 OK 你的團隊主要是中國人還是 因為團隊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我們有英國人 有美國人 有中國人 有香港人 有台灣人 所以我們的團隊是很大的 而我們永遠都是找最聰明的 對數學對 對市場對 對邏輯最敏感的 不會給一個 地域局限度 我們是找最好的人才 去和我們合作 找到最好的策略出來 OK 但是有什麼缺點 不可能講到完美的 譬如用Quarm Trade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大家可能要留意的風險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買不到 我相信很多 我在看觀眾 大家都想買 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 想買不到 它已經刪掉了 因為其實這些Coin Fund 當你找到很好的策略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叫弄的 市場態勢是有限的 一般來說 這些老牌的 就很多年前 已經被大家搶走 然後也有新的人氣進不去 其實現在市場很珍貴的 就是很難找到一些 可以長期穩定回報 已經看到有成績的了 但是又沒有去到一個大小 它已經不再接受外面的投資 其實這些基金是很難找的 在市場上是越來越少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缺陷 大家都知道好東西 但是買不到 但是我其實都看到 例如我們這樣 很多市場上面都是有些新的軍分出來 有新的團隊出來 找到一個很好的策略 而它們是剛剛在成長期的 在一個很短的這個期間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它們還沒有帶到進去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進去開始參與 所以其實這些是要留意的 因為這些這樣的機會 在現場上不是很多 明白 說得非常清楚 不過其實我之前也有研究過 到人家說 你想買這些貨幣 沒有可能 第一 你很少錢 但是根本上不受你賣 所以我知道一些好的 譬如為什麼 我有朋友介紹 我說貨幣幾年歷史 你三五年我都不相信 就是你的程式 你一定要運作幾年以上 就是越來越可以耐用的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幾二十年的運作 那它運作得很好 那你十幾個percent return 二十幾個percent return 那就很多人去買 我聽說它表現費的三四成 就是你幫你賺一百元 它就三四十元抽 好厲害 真的 但是你都買不到 你想要給錢也都買不到 OK 今天很感謝Mannuka的董事 就是他自己本身說的 真的是基金經理來的 那來講一下究竟 quam fund現在的trend是什麼 還有介紹一下 究竟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缺點 多謝你啊 Fred 多謝你 非常感謝你 威威 多謝你